女孩从小长着猪鼻子 相亲的男孩见到她的真面目 都会被吓得落荒而逃 哈喽,我是老街森鱼 女孩小沛从小长着一个猪鼻子 只因她的家族被女巫所诅咒 要想解除诅咒 便要得到一个真爱之吻 一家人为了掩饰她的真面目 常年将其关在家里 不给出去 哪怕是记者想要溜进去 拍到本尊 都被母亲弄瞎了右眼 一家人不得不伪造一个葬礼 来欺骗外界 在小沛长大后 父母极力张了她的婚事 还让前来相亲的男孩 签约保密协议 不能透露风声 但每个人见到她的真面目 都会吓得落荒而逃 然而只终究包不住火 一位好二代没有签协议 就给吓跑了 还到处宣传小沛像怪物一样 长着尖牙利嘴 当年瞎眼的记者小恶魔 得知此事后 想要与其合作 来揭露这个家族的秘密 并雇佣了一位冒牌相亲者 伊美来偷拍到小沛的真面目 两人隔着单面玻璃 来了解彼此 小沛误以为伊美 并不在意自己的外表 内心备受感动 但实际上 对方还未见过她一面 伊美自始至终 都没有忘记 自己的偷拍任务 日复一日的 去小沛家逗她开心 不仅叫来一组乐队演出 还陪她聊天下棋 只为让其露出真面目 伊美的计谋 很快便得逞了 小沛因内心 逐渐对其敞开 选择了展现自己的真面目 而伊美也是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个 没有被吓跑的相亲者 这一刻 她觉得对方 也没有传闻所说的那么恐怖 不过是长着个 猪鼻子的女孩罢了 小沛对此感动万分 觉得终于能够拥有 属于自己的真爱 但伊美碍于两人的身份差距 只好选择默默离开 并放弃了 与记者小恶魔的勾当 让其不要再去烦她 小沛经过此事后 内心饱受痛苦 决定离家出走 逃离着充满伤心的家 刚踏出家门 便给蹲点的小恶魔所发现 一张尖牙利嘴的寻人启事 立马刊登上了报纸 小沛为了解决这个麻烦 将自己的照片交给小恶魔 这才向外界证明了自己 除了鼻子之外 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同 对方也为此决定不再追究当年往事 但小沛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举动 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影响 大批的记者每天为着她采访 不仅得到了市长的喜爱 就连市民都纷纷认可她 只要小沛做了什么 立马就会登上报纸头条 她以为自己成了一个明星 但不过是为了满足市民的好奇心而已 当初给吓跑的好二代 为了让自己的家族能够更上一层 想用自己虚假的爱意迎娶小沛 而小沛的母亲为了女儿能够早日嫁出去 逼迫她接受这门婚事 在婚礼当天 小沛终于看清了一切 她知道眼前的人不是自己所爱之人 从婚礼上逃跑了 她不再想自己能够变成正常人的样子 觉得以现在的模样 安心度日就很满足了 却不料诅咒突然得到了解除 她的猪鼻子不见了 原来不一定要得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小沛决定离家外出打拼 过上自己所梦寐的生活 并寻找自己真正爱的人伊美 久而久之 她也不再被媒体所关注 更没有人知道她如今的模样 生活不就是这样 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有的人常常会被家里人逼婚 觉得一定要有个伴 以后的生活才能过得更好 但如果跟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那再怎么做也好 都不能满足自己 要知道的是 爱自己重要过去爱别人 只有把自己做好了 才有资格去跟别人相处 也不一定就要找个伴度过一生 一个人踏踏实实的生活 其实也很不错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真爱志文》 喜欢老街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